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得獎的是 胡志強 一家子兒孤孤教 胡志強 在一家子兒孤孤教裡 全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 遊走在黑暗邊緣 極具野性 極充滿爆發力的演出 吸引了許多目光 一舉入圍本屆新演員及男配角兩項大獎 謝謝金馬獎 然後也謝謝評審的肯定 謝謝導演當初信任我爸小虎 就是交給我 讓我可以詮釋他的人生 其實每天拍攝完我回家都覺得自己像被整一樣 在找那個整門節目的攝影機在哪裡 能跟這麼多優秀的演員合作 這是我的榮幸 我想謝謝我的家人 一直支持著我 然後也謝謝我的室友 姿亞 湘華 湘文 因為我們都一起生活 然後他們包容我的一切 也謝謝鼓鼓叫全體工作人員 今天沒有你們 沒有小虎 我要謝謝台北藝術大學 然後 我來謝謝我的老師們 華街老師跟香吉老師 他們帶我認識的表演 讓我知道什麼是表演 讓我可以在生命中 不斷地認識自己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一群好兄弟們 他們今天又來現場 然後也有在電視機前面看 然後也有在電視機前面看 我們一起玩耍 也有在電視機前面看 現在有點當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謝謝大家